朝進工人入口 在中間 當下剛好是基隆市議會 市政總質詢時間 不過就被爆出 基隆市長謝國良 第一時間並不知情 還一度想指派其他官員去現場 對此謝國良有最新說法 那當然我們在議會備詢 主要是尊重議長跟議會成員 最後的決定 那因為過去也比較沒有 發生過這樣的案例 我後來到現場以後 就跟陳怡總召說 我們覺得很感謝他能夠 讓我們中斷議事能夠到這邊來 所以如果說他們所 遺留下來的那個時間 要來恢復的話 我覺得我們非常的支持 那請他跟議長跟副議長來討論 是否要來恢復 我想我就是做以上的報告 謝謝 當時民進黨團提起救災優先 輪番建議市長前往現場 說明不補償質詢時間也沒關係 總質詢佔領後 民進黨市議員和市長謝國良 彩虹市議會改往現場